5月14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外防输入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 5月至今 中国共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42例 陆地水面航空口岸均有报告 其中变异病毒占比增加 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连续四周突破500万例 主要来自中国的周边国家 5月至今 全国共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42例 陆地水面航空口岸均有报告 其中变异病毒占比增加 5月13日 安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家组 指导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测 社区防控和院感防控等工作 截至5月13日 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3亿6,691万剂次 其中昨天单日接种1,263.8万剂次 针对目前新冠病毒变异的形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 新冠病毒变异总体呈加快的趋势 随着境外疫情的持续传播 不排除出现新的变异株 一是新冠病毒变异总体呈加快的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通报的一些数据显示 变异的频率从千分之0.1 扩大到千分之1.3 第二是发现的变异株 国家数在布达郑州 像英国的变异株 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 南非的变异株 在80个国家地区已经发现 巴西的变异株 在45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发现 尤其是新近出现的印度的变异株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已经至少有44个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该变异株的存在 30随着境外疫情的持续传播 不排除出现新的变异株 那么无论病毒变异 变快也好 增多也好 我国有能力监测到境外输入的变异株 目前我国先后检测到英国的变异株 南非 巴西 印度的变异株 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总体成加快的趋势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表示 中国灭活疫苗对多数变异株有效 变异的病毒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去年 上面年以前 和年终发生的这种变异株 那么这个监测过程当中 评价之后发现它对疫苗的保护力 没有任何影响 所有的疫苗对它们都是有效的 比如说英国变异株 南非变异株 巴西变异株 那么对这几个毒株呢 我们现有的研究数据 包括临床试验的数据 和我们这个免疫接种血清 交叉这个中俄抗体保护的数据 以及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 真实世界研究的上百万人的 这样大规模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都显示呢 我们现有的疫苗 这个研究数据显示的是 包括这个我们国家的灭火苗 还有美国的mRNA疫苗 它对这个南非猪 对英国猪 对这个巴西猪 都是有效的 麒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